好那指數指標是人民幣守不守得住 對我們看到最近人民幣 其實你看到近期每天都劇烈波動 很簡單的原因啦 就是中國人行正在強力穩住這個匯率 因為當這個匯率大貶之後 可能會推動這個市場外資可能資金出走 所以其實中國蠻care這個人民幣的波動 這也看到最近的一個降息這件事情 出現了一個不對稱的一個降息 那除此之外呢我們再看 這台幣的部分最近貶值 當然貶值的理由跟這個大陸不一樣 主要是因為外資積極的賣潮 那日元對美元為什麼最近也出現貶值呢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對於美元指數它是一籃子貨幣之一 所以呢當美元走強呢 它就相對的走弱 那韓環最近的貶值其實就是 這個韓國的一個房地產的一個遊戲 其實也玩到出現了泡沫 那歐元呢對美元我們看到轉弱 這當然是美元指數轉強 那再來看看上陣 這個走勢這不是日K 這是週K 你可以看到呢 從2021年左右那個高峰長期來看 過去這一段時間國際股市反彈 上陣指數卻沒有出現明顯的上揚 那我們再看上陣50 這個更明顯 從21年見到高峰之後一路走跌 這主要原因是什麼 因為經濟都在疲軟 那經濟疲軟其實分幾個層面 為什麼中國的這個房地產市場那麼重要 主要是因為中國房地產 跟周邊的相關的行業 過去是佔中國的一個GDP比重達到四分之一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官方告訴大家說 近期在新屋跟這個二手屋的一個房屋的一個價格 從高點大概分別下跌2%跟6% 可是我們看到的民間的統計資料 完全不是這樣 跌幅至少是15%到25%左右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最近其實YouTube蠻多的影片 都在講深圳房地產的事情 這其實真的跌幅有達到三成 所以我們看到了先前一些國營的這些所謂的開發商 想要去撐住民營的這些爛尾樓的一個狀況 看起來現在連官方的這些開發商 都是自顧不小的局面 所以最近中國的房地產在新屋的部分 也出現連續兩個月價格走跌 那剛講到了經濟的一個問題 中國GDP我認為長期應該會是一個慢慢 往5%以下走的一個態勢 主要的原因其實很多的面向 就是過去這一段時間 數十年來中國的一個經濟發展主要靠代工 可是我們看到了這個從中美貿易戰開始 很多的一個企業開始從中國當地 開始往東南亞 南亞 印度 開始流出的一個狀況之下 其實中國經濟如果房地產沒辦法上來 代工的部分也沒有辦法有效放大 其實經濟將會走入一個疲軟局面 那另外這個就是中國不對稱的一個降息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在這個最優惠的一個利率LPR 並沒有像在這個所謂的一個 中期借貸便利這個MLF 出現一樣的一個降幅 主要的原因是擔心什麼 擔心銀行業的一個立場 因為中國的一個銀行業 並不像歐美的市場 它有很多可以其他投資玩的一個標的 所以中國在降息的一個過程中 其實也考量利差 還有剛一開始我們講到人民幣的一個 匯率的一個問題 那另外這邊就講到了剛剛那個動機 我們可以看到了 最近在這個所謂的房地產放貸的一個利率水準 從之前的高峰7% 現在已經降到4% 表示什麼 表示銀行放這個錢 它可以賺到的一個利差是越來越少 所以這是中國也不敢猛烈降息的原因 那除此之外呢 跳脫的這個金融體系 我們來看 民間的一個失業率呢 在青年的一個失業率 竟然創下21.3% 更有趣的是 我們常常看到中國 只要數據太差 他就說不好意思 下個月不公告 所以呢這個部分呢 下個月不會看到 七月份的一個青年失業率 但可以確定的是 整個中國年輕人 或者一般的一個失業率的狀況 正持續的飆升 那另外其他經濟數據面 中國的一個出口 不論在出口還是進口 這個都是放緩的 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呢不只是中國20年以來 開始的三道紅線 後來反覆的一起管控 同時在22年 又遇到了歐美的貨幣政策緊縮 所以這其實是多面向的問題 造成中國經濟 持續疲軟不振的原因 明明